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的網聚 今次會在黑池舉行 我們 1月28日 這個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今次 有個社區會堂 讓我們進行這次的活動 今次活動 我們是以下午查的 簡單的小應查點的形式 去進行 當然 除了跟網友聚一聚之外 我們也是 會成立一個NGO 主要是 負責幫香港人過渡過來英國 因為有很多 初來報導 人生路不熟 而且 在這邊的衣食住行 各方面都需要 很多的協助 我們 也會把 跟當地的一些社區組織合作 進行一些 協助 也會有些輔導 例如就業 例如指令教育 醫療 各方面也會照顧得到的 我們的地址 稍後我們會拍一條短片 放上去 我們的YouTube 還有地址 還有聯絡電話 我們開始時間 是當日下午的兩點半 預計 是到六點 如果 活動的話題比較多 可能會加到六點半 報名方式可以WhatsApp 英國號碼 7 949 8 59 421 是7 949 8 59 421 這是合作社的熱線 另外 你們也可以WhatsApp 也是英國號碼 7599 451657 7599 451657 那麼我們 這兩個號碼 大家都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內找到的 大家如果報名的話 就可以透過這兩個WhatsApp 向我們報名 或者 以往在黑池住港的朋友可以通過阿智來報名 黑池以往我們 過去這一年多 總共有180個家庭 差不多超過180個家庭 在我們那裏就暫住過 其實只有180個家庭也超過200多人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社區會堂也很大的 可以 可以 可以融立到 我想起碼是300人都可以融立到 這次的收費是10磅 一個查點 希望到時看到大家 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 北京有一則消息 傳得很熱 然後 北京的地毯醫院 坊間傳出已經封了 醫院回應 這是不實的消息 北京地毯醫院官方微博發佈 北京地毯醫院封了相關網絡訊息 是不實的聲明 聲明說 近日 網絡朋友圈流傳北京地毯醫院封了的消息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在此 醫院造出如下聲明 此消息為不實訊息 目前隨著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 作為北京市市級定點收治醫院 北京地毯醫院正常 有罪展開 武漢肺炎病毒感染者的收治任務 全力 做好患者醫療救治工作 請廣大市民朋友 以及 關注官方發佈信息的人 做到不造謠 不信謠 不傳謠 結果是甚麼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封了呢 根本就跟封了一樣 原因 他是 說說接受這個定點醫院 專門收武漢肺炎 但是現在大陸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沒有武漢肺炎 所有人都是 糖尿病 心臟病 高血壓 全部都是跟武漢肺炎無關的 現在要有武漢肺炎 你若是 黨國允許你是武漢肺炎 現在上面是做到這樣 有些醫生的朋友就說 這次在北京的白費 他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這個 反而是似 03年的沙士病毒 大家 真的要 深入地去分析一下 為甚麼現在大陸有那麼多種不同的變種呢 而且究竟是不是真的純粹是Omicron的變種呢 有沒有 其他的原始病毒呢 我們覺得這次 在上面出現的病毒 是十分之可疑 而且 病毒的種類那麼多 其實 也是令人懷疑的 不是一個正常的傳播 是一個非正常的傳播 是傳到那麼離譜的 根據這個上面的說法 現在 公佈的數字是很少的 只是全國只有幾千人確診 其實只有一區也不止 因為確診的人數已經突破一半 好 問題是甚麼呢 為什麼會傳到地毯醫院 已經是豐軟呢 因為根本 他就不接收外面的任何證 所有人送到來都不是武漢肺炎 那就是不收了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看到即時有些五毛跳出來 說一直都在開著的 然後 然後 有人立即反駁 說這是走狗 你坐火箭去過 根本就不讓人進去 所有人 都不讓人進去 現在大陸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以往 任何人都說你是 感染密切接觸者 甚至乎跑步 他用這個 人面識別系統 識別到你手機 以及定點追蹤你 你如果跟患者刷身而過 或是經過你的面前 你也是密切接觸者 要抓去隔離 強行的夜晚 破門 抓你去隔離 甚至乎 密切接觸者的樓上樓下 像豬狗族那樣 三層要抓去隔離 現在呢 反過來 所有人 都不是武漢肺炎 你只是高血壓 你 心肌梗塞 你肥肥的 其實這個情況跟香港是一模一樣的 香港當時推行打針 所有人打完針後的副作用 死了 很多死了的 他們都說這個人太胖了 這個人有吸煙的習慣 所以他該死的 他因為死於吃煙 就跟打針沒有關係 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當他推卸責任的時候 所有人都不是武漢肺炎 當他推卸責任的時候 所有人都是武漢肺炎 其實外國 美國的標準是甚麼呢 任何人死了 如果在身上發現到武漢肺炎病毒 就不理一律當是武漢肺炎死亡 實際上 他的病是不是 武漢肺炎誘發呢 又或者他真的是 跌死的呢 香港的情況更是極端 香港政府逼你打針的時候 連跌死的人 他也沒有檢查 說有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身體有武漢肺炎病毒 實際上那個人 是在老人院擦錯腳 跌死的 送到醫院 驗到武漢肺炎 就說是武漢肺炎 所以那個數字 死亡數字 每天都有幾十人 好了 其實這個數字 跟上市公司做假象一模一樣 他想 股價升的時候 他就做好一盤數 炒高股價 他可能莊家很強勢想收貨 他就做到數字不太好 傳出壞消息 股價就下跌了 現在的大陸的數據 以及香港政府的數據 全部跟這些 詐騙的上市公司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些數字 全部都可以說是假的 好了 現在 北京情況 其實人們說已經是 去到一個 死亡超過15萬人 這個數字是怎樣的呢 現在網上流傳的數字 他們 根據 這十幾二十天 各地的火葬場 即是北京市裏面所有火葬場殯儀館的數字 是 任務操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保守估計死亡15萬人 你想想 這次的情況不是一個地方的 不只是北京 原來全國到處都有 天津 上海 石家莊 然後 湖南的長沙 湖北的武漢 然後 四川 成都 重慶 這些大部分的大城市 全部都出現過情況 現在河南 人們因為沒有錢落葬 沒有錢去火葬 甚至乎沒有錢買墓地 只能夠 把家人 撞在 自己的 房子裏面 自己的房子裏面 其實殯儀館的狀況 是全部都爆滿 不只是殯儀館爆滿 而且連擺屍的地方都搞不定 好 連放屍體的地方都沒有 現在搞到他們要辟造很多荒倉 把荒倉辟造我們 存放屍體的地方 由於北方現在天氣很冷 冰天雪地 所以 屍體 基本上就暫時不會發臭 如果夏天就糟糕了 不過夏天也不會 爆得那麼嚴重 現在 我們看到很多消息就是 例如在西安各地的大城市 很多 出殯的隊伍 長到不得了 排長路 只是棺材車都排了長路 排長路去殯儀館 周圍 擠滿了披麻大校的民眾 在西安也是一樣 很多人聚集 在這裡 搞壯禮 全部都是葬禮 現在的情況 是大規模的死亡 我們看到 很恐怖 這個 外面有一張照片看到了 西安 全部都是披麻大校的人 迫在這個殯儀館 他們 排隊 在這裡辦理一些手續 殯儀館外面聚集了過千個送葬的家屬 現在西安就說 每天有三百多具屍體送來 之前 殯儀館運作半天就停工 現在 全日 在這裡處理都搞不定 最近很多長輩因為感染武漢肺炎去洗 當地 所有殯儀館寫的死因 全部都不准寫武漢肺炎 不然就不幫你做 也有些公務員 上面的消息說公務員 全部都是 總之你的死亡原因只能寫其他 不可以寫武漢肺炎 一寫武漢肺炎 你是得不到任何國家的寶藏 甚至乎不幫你處理 火葬的不幫你火葬 現在大陸 大家都知道隱瞞數據是他們的強項 當這些數據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查不到 也沒有辦法 確知到確實的東西 當然了 停屍房裏面的雪櫃也都擠滿了 停屍的地方全部都擠滿了 唯有 大家就知道了 荒倉啦 天氣那麼冷 把荒倉都放在荒倉 現在連荒倉很多地方都 轉為用來擺屍體 究竟這次一波疫情 大陸死了多少人呢 可能是用千萬計 大家想想 如果 只是用這個武漢肺炎初期那種死亡率 0.3來計 突然間來的 很快就沒得救了 是不是 這種0.3% 中國人口 如果是中國人口14億計 一個%就1400萬 0.3多少 幾百萬 幾百萬呢 今次 估計也不少 因為你還沒見過那個地方大規模的 殯儀館 每個地方都是 不只是北京 天津 上海 現在說到西安也有了 說到接疫症的消息 北韓 中國的 親密的老朋友 第一時間 禁止中國人入境 而且任何人 入境的話 中國人不讓入境 其他地方的人入境 朝鮮本身的人回來 都要隔離30天 這次 我們要用朝鮮的標準來衡量中國 這個才是最準確的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